呼! Go! 蘇野鄉阿美族巴拉雅拜部落 曾在龍舟賽發生沉船糗事 今年他們以元朝為獎 在灌溉溝渠苦練近半個月 每天從下午3點練習到天黑 汗水沒有白流 遠征花蓮參加龍舟賽 最後以3分24秒 拿下男女混合組冠軍 還破了大會紀錄 一穴前齒 準備 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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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原住民部落就是這樣子 就是 大家比較單純 我們的本意只是 要出去比賽嘛 然後 只要能出去比賽我們就很高興了 那 就是會珍惜每次比賽 然後 能夠盡力拿到 為部落拿下什麼成績 就盡力去做 部落的主 我們部落的其他村民也是很支持我們 就是都跟我們說壓力不要太大 盡力就好這樣子 那 今年這個成績也是 雖然是 真的是算滿意外的啦 那 明年的話 就是 信心一定會大增嘛 因為 今年已經來一個冠軍 那明年就是 繼續 挑戰衛冥這樣 原敲我們練主要是 以 動作 知識 還有 一些基本 就是一些練一些基本知識啦 那 可能 用原敲可能 效果還是 沒有那麼好啦 還是實際拿獎會比較好 對 因為還是 有落差 都是年輕人的功勞啦 也是由家長喔 在後面支持這些年輕人 我們就因為很支持他 他都很專注的要 要帶一些小朋友練習 尤其是他 就算兩三個他還是一定要去練啊 也是很心疼啊 看他那麼努力 認真 有好的表現 我們很高興 嗯 黃天不復苦行人 台東今年沒辦比賽 龍舟隊遠赴花蓮挑戰 賣力滑獎 拿下冠軍 還破了大會紀錄 失去的榮譽討了回來 族人欣喜若狂 讓部落這份得來不易的榮耀 繼續保持下去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